《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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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條回《加德度》這本書裡面 其實我就引用過 班倫·凱蒂的四個提問的 這樣的一個方式來檢驗我們的想法 可是其實當時 就有人覺得難 所以我想說這個部分我們再來試試看 因為對我來說 就算現在我也常常用這個方式 來檢驗我自己的想法 譬如我們希望對方有什麼樣的改善 這個不用客氣 不用想理解 因為你是寫給自己看的 你不是寫給人家的 所以你盡可能想著 把你最真實的想法寫出來 所以也許你覺得不可能 譬如說我希望對方不要養狗了 那是這樣 因為一出門就有狗死 實在是 那我們可以質問 我們希望對方要進行的改變是真的嗎 對我來說當然是真的 所以我這邊寫要不然勒 第二個他會再問你一次 請再清楚問自己一次 就是我們所希望對方要進行的改變 百分之百是真的嗎 有些人到這邊再不被問第二次 他就說 我被問第二次好像就不是真的 我就會開始有點疑惑這樣子 我們一直抱著希望對方改變的想法 對方也沒改變 這讓我們有什麼心情 我們一直做了什麼 很煩 常常很煩 如果我抱著這個想法的話 很煩 然後 如果抱得很緊 每天出門 就不高興 是這樣子 如果抱得很緊的話 那如果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我們要對方改變的這個堅持 突然放掉 那我們會有什麼變化 突然放掉可以有很多理由啊 比如說你突然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突然發現你有一個很嚴重的病 那你就在意 那狗的事情其實你就沒有很在意 就這件事來說 有狗大便已經影響不了你 所以也許這個 你會輕鬆自在 但也許這件事不會到這個程度吧 大概就是 平常心了 對我有太大的影響 因為那個不是我最關注的事情 我看到了狗屎我避開就好 所以你看 有這個想法 我會是很煩躁的 我每天出門就會不高興 出門之前我就會想 今天會不會有狗屎 可是我把這個想法放掉之後 不管什麼樣的原因我放掉 我心心就變得平靜 所以我們要接下來問的是說 是對方造成你的情緒 還是我們自己造成我們的情緒 那這個就很清楚 很明顯 我們的情緒常常跟我們自己有關 即便外面有一個客觀的事實存在 但我們自己對事件的預期 比如說我出門就預期說今天可能會有狗屎 那我就先讓自己心情不好 所以我們對對方的想法 不是困擾我們自己的重要原因嗎 為何要去做 我們要去做的事情 我們要去做的事情 為何要去做的事情 為何要去做這個事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